梁梟 你一定要会 练二胡梁梟梟是你一个练习的分学领 好 我觉得你练了梁梟 你练好了梁梟 你把梁梟练得很熟练 你把梁梟能够拿出来表演 对你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果 练习梁梟要注意的是 首先前半段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这个内旋的梳好长 然后他还要滑到内旋的梗 接着二指再上来咪 接着三指的高音 在外旋的高音梗的位置 直接滑到高音梳 再回来咪 你要把这一句先找正确 好 那你可以参考我的第三册 十五页梁梟梟的谱 那这一句呢在第四行 所以你先把这一行先做对了 好 再来练第二句 第二句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倒数第五行 下到高音的梳 你要先把这几个音拉清楚哪几个音啊 so la si 两点的高音re同三指原位移指称开 把它练对了 然后内旋在第三把位内旋的高音的do re mi 也把它拉一拉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两下到第三把位 你要把第三把位的内外旋的音找清楚 两点的re三指称开 三指回来 还要注意倒数第二行九个音一弓 这个大概是你在前面都没有遇到的这个连弓 连这么多音的 你也要把它先练清楚 最后 梁潇 的高音do re so mi 用了好多高音的so mi三三的指法 通常我都会先要求你先会了 换把滑音 这些换把滑音都要很清楚的去找好你的把位 换了之后换把滑音换了之后 你才可以再继续旁通做原位移指的滑音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do re so mi 办法滑音吗 好那你也可以练熟了之后 你也可以尝试用原位移指 那这个把位太远了你当然没有办法原位移指啦 好所以主要是在高音的so跟mi 你可以有两种演奏法 那我很慢的把这个凉潇 从头给大家演奏一次 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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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